关注我 带你了解更多的国际足球资讯 近日巴萨正式签下曼城21岁天才费兰托雷斯 随即他们正式官宣这笔交易 已经和曼城已经达成协议 据悉巴萨为得到费兰托雷斯 他们最高可以给曼城高达6500欧元的转会费 其中1000万欧元是浮动资金 巴萨为费兰托雷斯提供了一份长达5年半的合同 签约时间到2027年 他的违约金高达惊人的11欧元 曼城在去年的时候签下了费兰托雷斯 只用了2300万欧元 现在才过了一年多的时间 曼城就从他身上获得4200万欧元净利润 同时巴萨引进费兰托雷斯之后 他也成为了巴萨史上最昂贵的西班牙球员 21岁的费兰托雷斯在球场上能踢多个位置 他曾经加入瓦伦西亚清讯营 由于他在青年队的表现非常出色 被曼城的球探看中后 将他带回来曼城镇中 而这个赛季英超联赛中 费兰托雷斯经常受伤并困扰 他在曼城只出场了7场比赛 但是他在有限的时间内还打进了三个竞球 费兰托雷斯能在曼城占据一个半主力位置 已经充分说明了他的能力 他上个赛季在曼城总共出场了36场 卫兰月亮军团打进了13例竞球 年仅21岁的他已经成了曼城的希望之星 但是在曼城主力之中 他们的球员人才积极 费兰托雷斯始终无法作为一个主力球员先发登场 这也让他有了离开曼城的想法 现在巴萨正在重建之中 他们承诺给费兰托雷斯一个主力位置 但是巴萨本赛季的资金链出现了问题 他们无法提供给费兰托雷斯在曼城高昂的年薪 如果要加盟巴萨的话 他必须要接受降薪 经过深思熟虑之后 费兰托雷斯接受了巴萨的降薪要求 最终他也如愿加盟了西甲巨人 这次曼城将费兰托雷斯出售给巴萨 是因为球队内人员位置重叠较多 他们把这位21岁天才球员让给巴萨后 这样曼城的人员结构将更加合理 同时在费兰托雷斯身上大赚一笔 这让俱乐部高层极为满意这笔交易 不过有很多人都在质疑巴萨 由于他们的财政压力比较大 他们还花费了巨资引进费兰托雷斯后 让许多人更担心巴萨的经济状况 毕竟21岁的费兰托雷斯太年轻了 用那么一大笔转会费把他从曼城挖过来 万一表现不佳的话 巴萨将欲酷无泪 同时也让球迷质疑巴萨的高层 既然有这个资金影员 那么为什么还把他们传奇球星梅西放走 这让所有人都百思不解 巴萨这种骚操作太让人无语 也只有死敌黄马可以干出这种事出来 如果用这笔资金留住阿根廷人 那么他们的联赛和欧冠相比也会那么差 大家觉得巴萨引进费兰托雷斯 这笔影员会打水漂吗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